看一些古代电视剧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感慨 他们怎么那么多丫鬟啊 有的男同胞呢可能还会半开玩笑的说 如果能生活在古代有小妾有丫鬟这多幸福啊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古代一个丫鬟或者一个小妾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这个答案因为每个朝代的物价不一样 在不同的时间段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 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我们就以北宋中期的生活为例走进历史 去借助这个话题看看古人的生活 北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 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宋朝人均GDP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高的 哪怕在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当中也是最高的 那么在这样富裕的时代买个丫鬟或者小妾容易吗 其实也并不容易 首先丫鬟有贵贱之分 古人认为四名为良 奴仆及昌幽为贱 四名呢就是士农工商阶层 贱名呢就是指奴婢昌幽等等 所谓婢女者卑业 所以呢以雇佣身份出现的丫鬟呢是侍女 只有卖身为婢的丫鬟才是奴婢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丫鬟都是奴婢 她们在主人家的地位呢也是不一样的 在宋朝时期小妾和婢女因为年龄身体状况 还有这个相貌才艺手艺等等不同 在价格上呢也是天差地别 从数贯到数百贯不等 据记载妓女的价格是最低的 大概数十贯一般来说呢不超过百贯 比如北宋著名词人刘勇就曾经为一个妓女赎身 花了二十贯铜钱 可是在当时如果一个家庭想买个丫鬟或者小妾 价格可能非常昂贵 反正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 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洪麦就在《宜间志》当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呢发生在宋真宗年间 说北宋政治家曾公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开封游玩 晚上他住旅店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屋外面呢有个女子在悲伤的哭泣 曾公亮想一探究竟就走出来看看 他就问这个女子为什么痛哭啊 一打听呢才知道原来他家的父亲欠人家钱了 不得已这才和妻子商量 把这个女孩呢抵给一个商人 把钱拿去偿还债务 这个孩子抵了多少呢 是四百贯钱 他女儿当时只有15岁 马上就要离开父母了 所以呢一家人特别难过 在这里抱头痛哭 曾公亮看到这个情况呢很怜悯 他就自己出了四百贯钱给这个女孩的父母 替他赎身 他说将来你女儿色衰而爱迟 必将会被商人视为贱壁 我呢是江西的世人 读书之义 如果能够抚养你的女儿 我必将视为己出 女孩子的父母听了以后呢很感谢 收了曾公亮的四百贯铜钱 终于拿去还清了债务 但是三天之后 他们按约定把女儿送给曾公亮的时候呢 却发现 曾公亮他早就已经坐船离开了 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 据说后来这个女孩子长大以后呢 知书达理 而且真的是嫁给了一个世人 也算是有很好的归宿了 曾公亮的确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么这个故事当中的四百贯钱有多少呢 我们知道曾公亮呢是北宋官员 北宋时期官员的待遇 根据品级不同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太好比较 而且说实在的当官的人呢 从古至今他也没多少 所以对比官员的收入呢 其实意义也不大 我们还是拿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来说一说吧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农业大国 大部分古人呢都是种田为生 我们就来看看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 宋仁宗庆历年间 范仲淹给皇帝上了一道作者叫 《打手照条成时事》 在这篇文章里呢 范仲淹就说 每亩得米 二蛋至三蛋 这是说当时苏州地区的田啊 在中等收成的年份呢 母产两蛋到三蛋之间 斗和蛋呢都是容积单位 十斗才有一蛋 也叫一壶 有记载 一蛋呢大约是120斤 不过因为每一种粮食的密度它不一样 所以不同种类的粮食 一蛋的重量呢还是有差别的 有人考证后说 两宋时期的粮食主要是水稻和小麦 一蛋重呢大概是92.5斤 而宋代的一斤和现在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的一斤是500克 当时的一斤呢大约是640克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呢 一蛋大概是59.2公斤 那么当时苏州粮食亩产 两蛋至三蛋 也就是说 每亩产量大概118公斤 至177公斤 这个区间 那么粮食价格又怎么样呢 虽然不同的年份可能有差别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个大概 同样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天圣八年 1030年写的一篇文章当中说 一虎所寿不过300钱 这是说粮食价格大约每蛋300文左右 价格最高的宋真宗时期也才600文上下 一贯钱呢是1000个铜钱 400贯钱也就是40万文 我们以粮食价格比较高的宋真宗时期来算 就算米价每蛋能够达到600文 400贯铜钱 大约能换666蛋粮食 这个数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 大约是200至300亩水田的年收成了 一般人家不会有那么多水田 所以呢 就算是不吃不喝可能也要好多年 才能有这400贯钱 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就算在古代普通人享有个小妾 那也是很难实现的 在宋神宗至宋仁宗年间 小妾大约就是在100贯至900贯之间 未婚又长得漂亮的妙龄女郎呢 非常昂贵 一般不会低于400贯至500贯 那么古人买个丫鬟回家可以干嘛呢 在中国古代婢女呢 一是分担家务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纳妾 满足奢侈的生活 也为家族开枝散叶生下更多的子嗣 王安石的夫人就花了900贯给王安石买了个小妾 王安石见到这位女子以后问她说 辱谁事 她说 妾之夫为君大将 不米运十周 家资尽末 油不足 又卖妾 以偿 原来这位小妾是宋朝一位武将的妻子 她丈夫在运输米粮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了 所以把全部家产拿去偿还了还不够 于是呢 就卖了她来偿还 王安石听了以后呢 深感同情 就释放了她 让她回家去和丈夫重新团聚 从王安石的这个经历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北宋时期的人们去找小妾呢 对是否已婚其实呢 也并不在意 妾有的时候是未婚女子 有的时候呢 是已婚女子 丫鬟呢 一般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被大户人家买来了 在她年轻的时候呢 在主人家做做家务 服侍主人 到了结婚的年龄呢 如果被主人看中了以后 就会纳为妾 甚至还可能成为主人的妻子 比如主人原来的妻子 故去了以后 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没有被纳为妾呢 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被主人再卖出去 或者释放回家 或者主人会帮她 找个人家嫁了之类的 因此可以说 卖身为婢 卖身为妾的人呢 以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和遇到的这位主人的品德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遇到曾公亮 王安石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 那么也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但是大部分人恐怕没有这样的运气 所以小妾丫鬟这些制度 的确是充满了底层百姓的血泪 到了近现代社会 这些都被严格禁止了 丫鬟和小妾这些词儿 也成了历史名词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